来关心校园教育 瑞瑟乡113年度第一学期 校长联席会议 今天上午在瑞北国小登场 乡内有6所小学 2所的国中校长都到场 除了是各校校务报告 以及各校特色的教育 针对了提升学童基本学历 课程的推动等等的议题 大家是集思广义共同讨论 并且也经验分享 而都学梁一人 则是特别的齐勉表示 要发展各校特色的同时 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 创造一个快乐学习的教育风气 学童在校的学习成效 除了学校师长 校长常年观察认为 偏向家长的配合辅助 会有加成效果 其实我个人认为 学弊的提升 其实真的就是在 老师个人愿愿付出的一个关键 老师有在积极推动 其实上学生的程度 应该就不会太差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学习成效如何从学校 延伸到家庭 就是这点成效都没有很好 因为家庭这部分 对这个学习成效 似乎没有老师这么丧心 瑞雪香113年度 第一学期校长联席会议 出了各校校务报告 以及特色教育的推动分享 尤其关注如何提升学童 基本学历与课程推动等议题 大家及时广义共同讨论 我们今天做一次在哈岛的做 以加强他们实验的能力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持续在申请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尤其是国中的部分 可以试证申请看看 业务报告申请和消业 以下整个案件 我莫乔小长不是说 老师们不会要做基本学历分析吗 但我们找的是 师大新测中心的 来做这个试题分析 每个选项这个题目的 ABCD学生这个A 答案是B 你为什么选A 然后你错的情况 就是找很多细节来分析 然后提升老师 老师们都觉得自己很会教 但是视频分析真的它比较弱 所以提升老师的知能 我是觉得就是说 我们会好好不好 那我们不是要想到 有效教学是什么吗 即便有要务在身 先议员林玉芬仍赶到现场 听取各校校长的经验分享 以及学校教育发展上 所碰到的困境与挑战 给予肯定也将全力协助支持 百年数人的大业 今天上午 瑞北国小承办 瑞士湘113学年度 第一学期校长联席会议 主要锁定在提升瑞士湘 学童基本学历 教师专业的提升等议题 乡内六所小学 两所国中校长全员到期 提出各校教学面临困境与挑战 督学梁依仁其勉鼓励并表示 激发学童主动学习的动能 充中享受学习的乐趣 其实教授上还有一个工具 就是要整理智慧的工具 比如说你以后 如果你要叫他教学者分析的报告 他觉得不行 他也不想被人的话 你就以后国因素 调整就换其他可以的老师来教 这是一个建议 搭造百年数人的教育基业 各校校长卯足全力 努力突破偏乡的教育困境 从教育学习中翻转教育 记者张敏泰 石雨兰 瑞瑟采访报道